由丁海银和激素主演的电视剧《雪降花》争议不断 日前就有网友发表关于对BLAYPINK及激素负面言论 因此收到了律师函,引起热烈回应 不过就有网友表示收到律师函的网友疑似伪造文书 假装自己因为对激素刘厄平被告 认为律师函内容的行剧不一样,格式也不一样 例如第二段标题的标点符号之间有空格 但第三段的标题就没有 而公家机关的公文格式都是固定的 仅需下载后修改内文即可 因此格式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另外诉状开头写道 嫌疑人姓名不详 但通常碰到不知道是谁留下的恶意留言时 只能以姓名不详的方式提告 然后借由调查机关写出调查获得其个人资料 确认姓名地址后才会发送出席要求数 如果姓名不详的话邮差根本没办法寄送资料 还有通常公司提告恶评者需要经过一些流程和时间 而该网友收到的诉状写道 是因为10月留下的恶评而哀告 大家认为哀告的后续流程不可能这么快 让看到的网友们纷纷留言批评 互含护道伪造公文 真的是了不起的追星心态 第一次看到为了艺人而去伪造公文 毁掉自己人生的人 但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是黑粉所谓 掀起极大争议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